一般我会提前一个小时来医院 因为你要提前规划就诊路线 在哪个科室 在几楼 检查在几楼 这些你是要明确的 早上七点半 王科提前来到医院采点 这位来自内蒙古的九五后 本科毕业后来到杭州 已经做了快两年的陪诊室 选择这门很新的职业 源自他做医院志愿者时的感受 看见一些病人在医院 特别无助的时候 就想起了我妈妈独自去就医 也比较无助 感同身受 现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会成就一下自己 今天需要陪诊的患者 是一位同样九五后的小伙子 王科带着他 在医院的人山人海中穿梭 正因为提前踩过点 目的地和路线都十分明确 让一下 谢谢 让一下 你在这儿稍等我一会儿 好 我是甘肃人 然后我的脚呢 在搬家的时候 不小心踩空 然后鼓起来了受伤 在杭州这边一个人工作嘛 然后没有亲戚 然后同事呢都在上班 然后我在网上间刷自媒体 刷到了这个排诊师王科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就预约他过来了 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挺细心的 然后来过也省去了很多的时间 方便 我的医院自己也不熟悉 听说这次复诊都还是 陪检师告诉你的 把你都忘记了对吧 对 排诊师 他挺熟悉的 王科的细心 让这位本来不方便走动 还要独自就医的小伙 省了不少心 行动利路的王科 还会抽空 帮不太懂操作的 老年人处理问题 细续管内科 细续管内科 他说钱不够里面 钱不够 钱不够啊 对 需要微信支付一下 密码输入一下 总共分为三类 第一类呢 是我们中老年人 第二类呢 是我们一滴就医人群 第三类就是我们的孕妇 或者是年轻人 航漂 独居青年 就这三类 为了减少患者的 就医等待时间 也让陪护更周到 王科说 他已经对杭州 各大医院的布局 特色等了如指掌 同事们也都一样 作为陪诊师 他们还会帮异地患者 取药 预约检查 代打报告 和票据凭证等 如果客户有需要 可以陪着一起 记录医嘱 用药注意事项 就诊结束后 整理成文字 发给客户 听上去 内容真不少 记得注意到 王科来回奔走的时候 跟一个白宝箱 形影不离 这有点坚果 你吃一下 没事情 我每天陪诊都背着一件双肩包 这就是我的白宝箱 介绍一下 我的白宝箱有什么 第一个是档案袋 是来装客户的一些就诊资料 这个是客户需要拿药的时候 药比较多 我们去给他装药的袋子 还有这个袋子 如果客户去做未尝镜 他的私人物品 需要我们保管时 如手机钱包等等 我们会装进这个袋子 然后分存好 然后拍照跟客户确认 这是对客户财产的保护 真的感觉很贴心 对 如果需要空腹抽血的时候 他们会 之后会出现低血糖什么 我们会准备一些糖果 培诊在中午前结束 网科和客户到了别 据他所在的公司介绍 培诊师一般按服务项目收费 比如培诊 半天收费298元 全天598元左右 跑腿内的 一般是198元一次 也会根据服务内容 相应调整 都有统一的收费标准 小伙子说 刚入行时 一个月收入不到2000元 慢慢打开市场后 月收入能到近万元 碰到条件相对困难的患者 他也会提供免费服务 我觉得培诊师 也是一份有爱心的工作 不仅仅是去挣多少多少钱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价值 前段时间我陪诊了一位孕妇 她老公 因为她两个人都是异地 家人都不在 当孩子和她老婆 推出产房那一刹那 大哥拿一束花 去迎接她的自己的老婆 与孩子的时候 我感觉那一刻 我自己也很开心 替大哥也感觉到幸福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